好 回到節目現場這幾天喔 最夯的話題也是最多人在問的話題 AI浪潮來襲 未來的趨勢 這個要趕快來請教一下青黃哥了 有可能接下來黃仁勳所帶動的風潮 我們會南北大翻轉嗎 青黃哥 這是有可能的事情 來 我們首先先告訴大家 黃仁勳跟台灣之間 大家都知道這幾天看到黃仁勳很愛台灣 包括他也講說台灣就是一個國家 然後他也認為說台灣是世界的無名英雄 但是世界都要肯定他的存在 然後他也謝謝台灣 這是黃仁勳講的話 但是我們必須要這樣講 黃仁勳還真的跟台灣之間很有關係 有什麼關係呢 至少雙向 黃仁勳跟台灣和台積電之間 就存在著雙贏的關係 什麼意思呢 來 第一個 各位去看 黃仁勳這輩子其實最重要的是 他在顯示卡業務上面 那他從顯卡接到後來的AI 這一大段的過程裡面 你知道1995年他創業的時候 1995年 1993年的時候他創業的時候 當時他剛創業的時候 你知道Intel他的最大競爭對手 人家是有自己做晶圓製造的部門 黃仁勳沒有 所以黃仁勳當時才會寫信給台積電的創辦人張忠謀 然後問說台積電能不能幫他做晶片 但你要知道當時對台積電來講 你一家小公司 然後我如果開一個晶片的產線 開下去是三億五億的成本 這如果失敗了怎麼辦 我得三五億報銷 而且各位要知道 1995年的台積電 還不是現在的台積電 沒那麼賺錢 所以等於說當時呢 這個張忠謀呢 是看準了黃仁勳 然後決定要幫他做晶片 兩方的交情才建立起來 然後我們要告訴大家 各位有印象 我們之前普發6千塊的事情嗎 你知道你普發6千塊裡面 最大的功勞來自哪一家公司 來自台積電 因為是營業稅 我們的6千塊呢 最主要是營業稅跟銀鎖稅為主 而台積電一家 就貢獻了550億 比第二名的陽明海運呢 還多了280億出來 所以呢 台積電的貢獻是最大 可是你知道 台積電的大客戶裡面 第一名是誰 第一名是蘋果 蘋果貢獻台積電營收呢 大概是5465億 但你知道第二名是誰嗎 第二名就是黃仁勳的NVIDIA 黃仁勳的輝達 黃仁勳的輝達 你以為黃仁勳只有帶動 台積電的營收嗎 錯啦 我們給大家看 黃仁勳還帶動 黃仁勳這兩天呢 不是秀了這張圖嗎 台灣在中心 然後旁邊有一堆的台灣的大學 跟台灣的公司在裡面 那你知道跟黃仁勳 那你知道跟黃仁勳 揮達的供應店 在台灣有幾家 在台灣有幾家 在台灣有42家 光在台灣就這麼多了 光在台灣就42家 而這42家台灣的輝達的供應鏈呢 在台灣這幾個股價表現都很亮眼 包括你看到像什麼偽創啊 然後你看到像鴻海啊 這些都跟黃仁勳的NVIDIA 是有關係的 然後呢你去看 他還改變了一件事情 各位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這個林百里超越郭台銘 成為台灣的新首富 這是拜誰所賜 這是拜NVIDIA的AI晶片所賜 是因為林百里的廣達 有切入到NVIDIA的供應鏈裡面 而且扮演重要的角色 所以呢 你去看黃仁勳 他不但對台積電 有重大貢獻 然後他也對於台灣的供應鏈 產生非常大的拉抬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 他連台灣的新首富是誰呢 他也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 所以你說黃仁勳對台灣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嘛 那這邊我們再講一件事情 黃仁勳對台灣的最接下去 最重要重要性在哪裡呢 是在於整個世界接下去呢 不管是你看到這個我們講說監控的鏡頭啦 或是你看到車用的鏡頭啦 或是你看到接下去呢 超級電腦的運算啦 甚至是國防軍事用途 你都很難避免會用到 灰達NVIDIA的晶片 那我請問你他重不重要 重要嘛 整個世界未來AI的發展 跟超級電腦的運算的過程的算力 是掌握在黃仁勳的手上 而黃仁勳在這幾年呢 拿台灣當作最好的合作對象 所以你看黃仁勳為什麼一直來台灣 因為他連氣象都選擇跟台灣做合作 所以很顯然 黃仁勳的灰達的AI 是搭著台灣一起在做發展的 而今天很有趣的一個新聞是什麼呢 是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 是灰達NVIDIA 黃仁勳預計五年內在台灣 要新建一個大型的設計中心 對 要設在哪裡啊 他要設在哪裡 然後今天記者去問黃仁勳說 你的大型設計中心要在哪裡 因為聽說要僱用上千名的工程師耶 孟齊要想一千多個就業機會耶 這放在哪一個縣市都是大補完耶 所以今天大家就去問黃仁勳說 台南 高雄 台北 你有沒有預計要在哪裡設計中心呢 你知道黃仁勳怎麼回答嗎 黃仁勳就回問這記者說 那哪裡有夜市啊 哪裡的夜市比較好吃啊 他真的很在意這一點喔 顯然黃仁勳非常在意夜市 他講完了之後記者就笑出來 跟他說這三個地方都有夜市 那你要怎麼選呢 那黃仁勳就跟他說 上個地方都有夜市啊 那我等吃完之後我再選吧 意思就是他還沒有做決定 這講話很有藝術耶 他講話也很有很幽默啦 因為他的言下之意就是地點還沒有決定 但是外界都評估認為說 他的黃仁勳的設計中心 有可能會設在台南或是高雄這個地方 所以呢等於對黃仁勳來講 你會發現他回答讓你覺得很幽默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的回答NVIDIA 跟台灣的企業和台灣未來的這個發展聯動 是綁在一起的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的新的經濟部長郭智慧 告訴大家 台灣在AI這一局呢 從軟體到硬體的部分 只要我們在這邊呢 綁的目前看起來都走在那個道路之上 這一大塊跟AI有關的市場 足夠台灣未來可以再吃50年 這是我們的新經濟部長郭智慧講的話 50年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黃仁勳現在跟台灣綁在一起 這件事呢 很多國家看來都是很羨慕的 那在這邊其實也很有趣的是 大家都很好奇 黃仁勳呢這樣的一個 看起來像是這個大亨了 很有錢的人 可是怎麼這麼喜歡 跑台灣的夜市 因為他對台灣的印象 他小時候 他的爸爸就常常帶他到市場去 去吃乳肉飯 他就亂闖放說 我講A女拿過小孩 所有的髒水都PO在我身上 我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你告訴我是誰 診所要做新的吧 診所要做新的吧